低利率时代有些民众追求高杠杆获利选择投资权证 而分析师就提醒权证有两大风险 包括流动性风险以及时间价格风险不得不注意 一档股票它可能大概多的话可能有数十档 数十档的这个权证 那少的话少着也有三五档 可是有的流动性很差 甚至一天可能都没有成交的 所以这个可能大家要去注意一下 时间价是最重要的 我这个权证的这个价值来讲的话呢 越靠近它调度会越快 决定权证价值的要素是波动率 标的价格以及履约价更到期日 因此分析师指出要避开快到期的权证 另外应该寻找日均成交量在500张以上的权证 否则流动性会太低 并且挑选强势族群 权证必要找什么 短时间有大涨条件的 要选择就是短线有几涨几跌 你就是赚它那个短线的几涨几跌 对开心走掉 不对呢 不对更要走 不要去跟它凹 所以要以股性活泼的个股为主 而检视全球经济状况 万保投顾董事长朱成志分析 大陆降企业税是重要的观察指标 这一次是降企业税 大家都降税 其实这一招比较厉害 这一招就等同于川普的减税 这一趟大陆叫做细水长流的好 必然好 另一个重点市场 美国理财专家胡立洋点出 美股牛市转熊市有三大征兆 包括月线出现大于12%的长黑 以及月线连三黑 最后是指数由最高点下跌超过20% 如果这三项连在一起都成功的话 我可以告诉各位 百分之百绝对进入熊市 这个熊市一来对不起五年 好吗 由经济日报举办的全政巡回讲座 13日展开第一场 接下来还有台中厂与高雄厂 有兴趣的朋友可别错过 着no 离重 amigo 既然是柠檬这弹的梦 还没有 节目 生期待 它宁有专亚 使劑 有bür 您